在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大家早上好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早上的八点 现在是来到一月的十五号 我是小青 大家早上好 我是加玛 我也同样跟大家说声早上好 那在这个美好的早上呢 就不知道大家是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来度过这个全新的一天了 我的心情就是怎么样就是闪过这个车龙 车龙 我今天很早就开车 所以就避开了这个堵车的路段 你就避开了 对 我就呢就是在车龙中间穿行 我觉得就是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一定要懂得这个技巧 不过这么早的时间那个车龙已经出现了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基隆坡的那个 我们面对这种状况 我看你这个他不太关心福利 他可能就是总是在那种交通舒畅的情况开车 小青还不太了解状况 对对 昨天没听节目 他不懂得福利是什么 那其实呢我今天的心情是还蛮奇特的 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农历新年都快到了嘛 那在中国呢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还蛮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加码我问你哦 就是男生嘛 单身过年呢 总要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亲朋好友都会问他 还没有交女朋友的就会问你 你交女朋友了吗 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啊 那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 那是心情就是私底下就是窃笑 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话还用来问吗 就是赶快催一催一催啦 就是没女朋友的就带个女朋友回家 有女朋友的就问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了呢 什么时候可以让包孙啊 还是怎么样啊 对 的确是存在啊 不过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 好像好像有点老套 好像有点过时了 虽然说过时啊 可是你知道被问的那个人心理压力多大 心理压力是多么大 对 所以呢在中国 对有的时候为什么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心理压力 其实我也想知道 其实有什么压力呢 当然啊 就每一年过年都被问同样的问题 你还没交女朋友吗 什么时候要带一个回来啊 每一年都是同样的问题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烦 而没有压力 这个字是烦 那可能是你比较容易去 接受你自己的心理 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一个原来这个做外交官的朋友啊 马来人啊 呃 他他反而 那是另外一种一种感觉 嗯 就是说很害怕 这个他儿子 他儿子在美国读书的啊 他很害怕儿子带女朋友回来 哎 怎么会这样子 这这我我跟你讲 每一次带来都不一样 就怕他一个老外 对 不会沟通 不不不不 他他不是不沟通 英文现在谁都会说 对不对 嗯 他他儿子在美国上学的时候啊 就是第一年 第一个学期就回来了 回来结果呢 就这个带了一个美国女朋友 金发女郎 嗯 就就他就觉得 你怎么把马赛雷带回来 他说this is my girlfriend 嗯 他这这老爸说 哎 你你问问他 你说他是穆斯林吗 他要不要convert to这个 这个Islam 啊 所以其实还是宗教的一个 这个顾虑是吧 呃 这结果就是呃 他说还没还没问 他说那不行 他说那你死活都不行 就是结果就非常 他告诉你啊 你这样按 你这样按吧 我让不对 别累了吗 好 啊 就这样子 结果他 他儿子就一脸的这个无辜 没办法就回去了 是 回去了 结果第二年呢 他又带一个来 这是黑的了 这是带黑的 哈哈哈哈 你你不干 我让不对 你不让你当 哈哈哈哈 好 还不 你说这三家长的就是是不是 一天到晚这个心惊胆战的 对啊 就是怕怕这个儿子带女朋友回来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在马来西亚的我相信不单只是这个马来友的马来同胞 我相信华人呢 也是很担心 有些有些家长我也听说 这个状况 对就是这个状况 尤其是出国 松海的出国读书的啊 就担心 哎 回来怎么多身边多了一个人 而且还是跟我们皮肤不一样 颜色 有一些有一些就会觉得很开心 希望孩子带女朋友回来 所以你知道吗 在中国如果是你你回家乡 你没有 没有带女朋友回来 会觉得哎呀 感觉很没面子 所以呢在中国呢 就兴起一个叫做租借女友的这一个服务 哎 女朋友可以租回家哎 租回家过年 其实有 让你的亲生好友看一看 其实不是新鲜事了 对一直都有啊 这好像啊 真的好像一直有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服务呢 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化了呀 然后价钱也是一次比一次高 嗯 那就我们来讲一下那个 收费标准吧 好 呃 大概呢 就是如果你要手拉手 牵手嘛 一次呢 就要十元人民币 大概就是五令吉了 那如果是一整天要跟你在一起的话呢 那就要五十令吉 哦 你抱一下还是要给钱的哦 呃 抱一下另外还要给钱 抱一下呢 就要给大概是十令吉 十令吉 对 十令吉 所以呢 这个这样子一整天下来呢 就有啊 啊 对 九十八 那还行啊 哎 不算贵啊 就一天九十八块好 可是如果签一次手要五块钱就贵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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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是凡是你放手再签 那那那就是对 就再算一次 对 有五块钱 对 那有有有有这样个省钱的方法 就是说呃 我们戴手套就要求半价 哈哈 对吧 然后 他们没有分 他们没有分 没基辅知青了 对对 没基辅知青了 那就半价吧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 一签着就不放 嗯 就是 其实他他还他不只是这些跟租借者的这个肢体接触要算钱 还包括如果是你租这个女友回家是要见家长的话 那一整天是一百元人民币 如果是见亲戚的话呢 啊 你见每见一次就是五十元 每见五十元 对 见一次就是五十元 所以你想一下如果是过年 你要带这个租借的女友回家 见好几次的话呢 哎 那那就是 这些比消费还挺大的 对对对 你要想一下这个是呃 过年很多天呢 有的时候因祸得福啊 就是弄假成真的 这这可能性也有 做做戏里面就有啊 在戏一些 我记得之前有部电影 就是说这个的 对 就借这个男朋友不是女朋友 嗯 这个男朋友回家过年 或者是回家去 做过一个节日 结果就真的弄假成真了 对 那如果能够弄假成真 当然是 很好啦 但是如果是想说这个行业已经开始兴起 甚至是专业化的话呢 那专业的女友啊 就应该说专业的被租女友就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可是我就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会不会这个也会是变相的一种出卖摄像了 就是搞不好有些人借着这种这种名义啊 就也同时就出卖了自己啊 嗯 其实我我觉得算是 因为呢 他这个住见女友呢 是可以陪你去喝酒啊 陪你去应酬的 嗯 那当然了 这个当然那个服务里面呢 他就很多是细节细小的东西 没学出来 嗯 牵个手啊 喝个酒啊 而且酒可能还给要分喝什么酒 嗯 所以其实每一个情侣可以做的动作 甚至是带你出去见 每一个细节都是要算 都是算钱 而且你要看你 你你你的办的这个呃 对象啊 是哪一个层次的 嗯 对吧 层次高的收费就高 嗯 啊 比如说你要让我办一个这个 这个千金小姐啊 嗯 这个这个老老爸有家财万贯的这一种的话 那收费高 你要是让我办一个这个平民女子啊 这种的收费就平平 嗯 对吧 所以你就看到说这种现象还蛮可悲 因为其实男女之间交往 你有女朋友带一个女朋友回家 那这这是很合情理的事 嗯 那这个很合情理的一些正常事竟然变成这么的商业化 也许在中国他们的这个民情不太一样 因为毕竟是面子第一 第二是男女的比例可能也不同啊 嗯 再加上生活压力的那个情况就影响到好多好多的女生啊 我相信他们要选的这个男人啊 他们会以还是以物质作为主要标准 他有一个定数的 其实你不要讲中国 我相信马来西亚好 虽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 但是他也有个行情的 对吧 你比如说在中国啊 他至少在城市里面的这个女生啊 他要嫁人的话 两样 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有没有稳定的工作 这这这这几样东西你要复费 你要不能够复费的话 算就不用考虑就不用谈 毕竟吉隆坡的那个生活水平都还蛮高的 如果如果你嫁一个丈夫 这方面都没有办法 有能力给他一个好的生活的话 那真的是凭见夫妻 可能什么事情都爱 百事 百事爱 在吉隆坡应该还好一些吧 如果比较起来 可能像在上海或者 甚至是我们邻国 情况会更严重 那个更严重 对 那你看啊 在这个中国啊 有有有这个媒体就报道说 单身的青年啊 小曲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 他为了就是免除被自己的亲友催婚呢 他也就想租一个女友回去 结果呢 他到哪了 到那个淘宝网去搜索一下这个租女友 然后这样发现有不少的事情的图片 然后呢店家呢 还发布裸聊的这个资讯 网站 是吧 对就是裸聊 而且你想找个女朋友吗 其实你来找我 给你裸聊 刷一下你的卡 然后就开始聊 聊一分钟 昨天阿龙在他Facebook上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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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一个迎亲的 接亲的那个 一个 一个短片 是香港的 讲广东话的 然后呢 我我点来看了一下 哇 超损 怎么呢 就是什么一秒钟一百港元 哇 好赚 就是他他要他干个什么事情 擦一个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的 要他马上就这个这个新郎 啊 结果新郎真的就是被逼的无奈 一算下来 还没怎么样呢 就已经六千了 再算是已经是一万多了 结果这新郎干脆一气之下了 我不娶老婆了 就转身就走了 就是那个开门历史 那种 对对对 那种东西 哦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的价钱需要那么高了 对 就一秒钟一百一百港币 哈哈 你就尽快尽快的吧 所以所以 所以可以想到 有女朋友是 或者是结了婚的这一些 省了很多钱呢 所以 网站中国在现在 不不只是租女友 租男友也行 租男友 租男女朋友 然后租女回家 等等的这个 这个 这个 东西还分得很细 这个服务还很周到 而且呢 据说这个 呃 还很少出现 货不对办的这种事情 对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租借女友 或者是男友的服务 在中国算是蛮普遍的了 对 而且 而且这个淘宝跟天猫 就报章上面说的嘛 大部分的这一些网购的网站 都有这些租借服务 但是呢 就是被这一些 社情网站给供 供 供 供占了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借助这个名义 然后就挂羊头卖狗肉吧 是 可能这方面的钱比较容易赚 就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了 这卖狗肉就挂狗头 就是直接了当的 就是啊 然后呢 还还有一家这个就贴出了这个色情照片 还在那页上面写着裸聊 那么在付款后呢 就可以聊天工具上面啊 比如说这些视频做这种视频的对话 那么负责这个网站的这个店主呢 还很神秘的说说 去年啊 这个淘宝被曝光的就有这个付费裸聊 这是其中的一种商品 但目前呢 已经没有办法寻找到这个裸聊的这种关键词了 但是呢 还有许多的卖家就改同换面 说以租女友等等的这些关键词啊 就就开始 因为你有的时候在中国啊 这个绿霸是很神的 就是他说哪个字不出现 那哪个字就不出现 他说哪个词不出现 哪个词就不出现 所以你要不停的换那个词 你要创新 所以所以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 就是这么给锻炼出来 还挺强 因为他们受的限制很多 所以限制可以提升一个人的创意 结果他们出了很多这个这个情郎 对吧 那这情郎走到哪里 走到哪里就能把这个 这个女生啊 把它给笼络过来 因为太 这嘴巴抹 嘴上抹了太多的蜜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锻炼 我们要去拜师学医了 中国很多新奇的事情啊 另外你看这个河南郑州 有个幼儿园 那么在上个礼拜五呢 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集体婚礼 幼儿园举办婚礼 对举办隆重的集体婚礼 还不是一个人婚礼 所以结婚的是这些小朋友 小朋友 小新郎新娘都穿着这个啊 这个洁白的婚纱了 这新郎的牵着手啊 就入场 这婚礼一开始呢 就新人的一次的就上台 接下来呢就礼花呀 掌声祝福 这些孩子啊 穿着这礼服呢 相互承诺 新郎替新娘戴戒指 结果呢 他们的父母也在场来做见证 那很多人都在祝福声中啊 这些小新人呢 有的还紧紧拥抱 有的呢 还当众接吻 这个老师和家长呢 还代表这个担任这个主婚人 婚礼呢 也按照大人的结婚的这个流程啊 新郎和新娘都要接受一些询问 甚至还要宣誓 比如说这个妞妞 你嫁给了亮亮啊 那她如果生病了 你会对她好吗 这个宝宝 宝宝你娶了一个莉莉啊 那个如果有别的小朋友欺负她 你会保护她吗 哈哈哈哈 这想象起来是挺可爱 画面很可爱 很温馨啊 是吗 然后主婚人还会问 你为什么要和你选择的 另一半结婚呢 这时候的所有的新人都会一口同声的回答 说因为我爱她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很这个适当的一个做法 我是认为不适当 而且而且我很好奇就是你在幼儿园办这样的一个儿童婚礼的用意是什么 她目的是什么 对啊 就是要办这个东西 难道说小朋友就因为这样子而能够真正明白那个婚姻的意义吗 我倒不认为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还是太 太深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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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就好像有一个五岁的男童跟一个她的五岁的女朋友 就跟她说 就不要叫小丽吧 小丽 我要照顾你一生一世 然后那小丽就跟她说 一生一世 你明白的一生一世是什么意思吗 你能做到吗 然后那个小男孩就说 当然行啊 我们已经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了 我们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 不是三四岁的小孩子 因为他们五岁嘛 五岁已经三四岁了 来得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有时候这些小朋友还挺人小鬼大的 我觉得如果你给他太多这种的这些资讯 我搞不好 我觉得太早熟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而且这个现象应该会让他们更越来越鬼马吧 对 你鬼马如果是在一些小朋友那些童贞方面还行 还挺可爱的 就很有趣 可是如果是他鬼马的来 有那种有时候你担心小大人那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太早熟不是一件 我认为他长大之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个老江了 感觉起来很可怕 如果是自己未来的孩子遇上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话 所以这个中国的网民啊 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 有的就是问 好奇的是呢 操爸妈集体婚礼之后呢 后续的教育应该怎么办 回来问我怎么生宝宝啊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孩子 对啊 这个事 那也有的说这个园长啊 就是幼儿园园长啊 是变态狂 那可悲的是家长呢 不变是非 别在那标啊 这个标新立业啊 这完全不代表你很创新 只能说你很无知 这个是一些网民的评论 那么另外也有些网民就说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谬 无非是把这个成人的观念是强加在孩子身上 难道孩子以后选择单身 爱上同性就是心里不健康吗 更何况承诺 岂是这样轻率就可以做出来的呢 就随随便便的 这个就代表是一种承诺了 不过呢 这个幼儿园呢 这个园长就说了 他说三到六岁的孩子里面呢 不少进入婚姻敏感期 哇 这个 这个 相爱的人结婚 这个幼儿园方面也说了 之前的这些经验证明呢 举行过上述这些婚礼的孩子啊 责任更强 关系更融洽 更加自信和阳光 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法 并没有经过什么 对 没有经过什么调查跟证实 之前也不是说有一种 那个叫成年礼的那种那种方式吗 是 在在我们这边 那个 忘了什么一个团体 就是华团啊 他们也举办过这种成年礼 让这些16岁 还是20多岁的人进行这种成年礼 我觉得这种东西 可能还好过办这种婚礼吧 嗯 感觉上 好了 那我们就从国外 咱们回到国内 好 那这两天 比较热的课题呢 又回到这个阿拉课题了 没完没了 阿拉字眼呢 最近呢 就是之前是由林冠英 在这个新年期间呢 就是发表了一篇文告 说政府应该允许 基督徒使用阿拉的这个字眼 那么 最终呢 明年三党呢 就来了一个紧急会议 然后开来开去 这个会呢 开完之后呢 哈迪安邦就说 可以 这个非穆斯林都可以使用阿拉这个字 但是 这个 伊斯兰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啊 也是他的这个宗教司 协商理事会呢 在 礼拜天 晚上的时候啊 就一直在开会 不停的开会 挺不容易的 要下一个决定 或者要做出一个判断 那 他们就针对阿拉这个字眼呢 做出了 两方面的决定 第一呢 是说 所有的人呢 都可以使用阿拉这个字眼 但是第二呢 他是禁止非伊斯兰教的这个经文使用阿拉的字典 所以呢 这个阿拉字眼呢 已经是从宗教课题的 逐渐逐渐就演变成司法和政治课题了 当然我们一直来看呢 他司法和政治这两个因素都还是存在的 那么 接下来我看 争议呢 还会是越来越大的 嗯 没错 那我们 我们看这个 情况是怎么样子啊 那个阿拉字眼呢 这个 由宗教协商理事会说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普世的阿拉字眼 不过 非伊斯兰教的经文呢 采用翻译后的阿拉字眼呢 却不是很恰当的 也违反这个字眼的原意 因此呢 其他相关的词汇呢 也不能被翻译成阿拉 这个协商理事会认为 其他非伊斯兰教经文内的神 不能被翻译成阿拉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是 有点倒退 什么倒退呢 就是跟之前哈迪阿旺所说的 这种 大家都可以使用这个 无所谓 谁都可以使用阿拉这个字眼 那么现在呢 这个有所这个什么 有所收回了 就是第一 你是可以使用 第二 但是经文你不可以使用 其实要把握这块的 也不容易 对吧 其实呢 这一方面我就觉得 开始有把它模糊化了 因为当初我就觉得 他们的之间的认知 两方面可能有不一样 就比如我说的 在这一方面呢 他们把阿拉定作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一个代名词 因为在 可是在哈迪阿旺他们就看来 阿拉这个字眼呢 可能就类似一个代名词 只要是神 或者是这样子的 你在你的经文 你称为神 就可以称为阿拉 可是在这边呢 他们就把阿拉成为一个名词了 专用名词 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就叫阿拉 可是你们的神就不可以称为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据说是阿拉把自己叫成阿拉 这是他的名字了 这是阿拉 我就叫阿拉 对 所以这种那种情形了 所以他们就变成 有造成了这个混淆 在大家的认知都不同 那怎么可以去做这种的 那个比较 所以算是一种字意上的 一种争议 纯粹是一个字眼上的一个争议 对 据他们说 这个 这个 学生理智慧这么解释 他说 将任何非议斯兰教经文内的神 也就是God 或者是上主 Lord 翻译成阿拉是不当的 因为这是错误的诠释 以及滥用 不符合原意 以及具有这个误导性 不过我在猜想 他们这些这样子的一种定义 未必由其他的这个什么 宗教人士 或者是基督教的人士 或者是不同语文的人士 所能够接受 那么宗教司协商理事会 在礼拜天晚上就过后 开会过后就发表了文告 说必须避免滥用阿拉这个字眼 这份文告 是由主席 Nadou Niazizken 处理主席 这个Nadou Harundin 联合签署的 不过这份文件 这份文告上周 在伊斯兰党主席 哈迪阿旺 对阿拉字眼的声明 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是更趋保守了 因为哈迪阿旺说 非穆斯林 是可以使用阿拉字眼 即使不符合阿拉字眼的 这个原因你都是可以使用的 不过宗教司协商理事会呢 做出的三项决定是 咱们来看一看三项决定的 更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第一 说阿拉是一个神圣的字眼 指的是这个穆斯林 所尊敬的真主 即阿拉是独一无二的 他没有孩子 也没有被诞生 这个和基督教的就有 他就要把这个划清界限了 基督教那边讲的 就是他们的上帝 就是他们的父 然后耶稣呢 就是他们的孩子 然后他们的这个上帝 就把孩子送来人间 是拯救人民的 所以他就把这个划清界限了 就是说他们的阿拉呢 不是上帝 就是不是基督教上帝 也不是基督教的这个耶稣 所以有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混淆的 曾经我也听过很多这种说法 说啊 所有的神都是同一个神 有人这么说吗 说这个基督教的神啊 这个 这个 佛教的神啊 这个佛教神呢 都是同一个神 那你相信他是这个阿拉也好 你相信他是上帝也好 你相信他是 反正这归根结底 都是同一个神 那么如果这个说法的话呢 就又又又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这种解释 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 那你你相对下去 你再来解释的话呢 那就是说 如果阿拉是唯一的这个神的话呢 那你的神呢 你那个什么God啊 什么law啊 都都没有的 都都不是 对对对 所以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 他们的这个协议上 字眼上或者他的意义上来 这样子推断的话 确实他带有这另一层面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才是神 你们的不是神 好像我们在煽动 那感觉了 不过其实像刚才加码 讲的那一个 那种方式 他们是 他们是讲说 其实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 只有一尊神 那这个神呢 他就会在不同的时空 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 就以不同的面貌去展现 所以下回我们就要把这两个 三个宗教人士啊 就放在一起 你让你们告诉我们 到底是不是同一个 是不是同一个神 就是第一 第二 哪个神才是真神 哪个神才是假神 我可以跟你担保 绝对没结果 那我们会在这个露营室内 先开始圣战 这个时候 不是要圣战 空中圣战 为什么要圣战呢 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 对我们都是啊 可是当有时候来到宗教的 他们就那个很虔诚度 很高的时候 他们会很 不是不是 这不叫虔诚度很高 这叫很没有理智的状态下 可能是 可能是在明白 那个各个宗教 所说的那一种真理 到底他是误到哪一种层次 是有关的 所以最终呢 就会变成是宗教和宗教是井水不放河水 其实应该说大家互相尊敬吧 应该这样子会更恰当一点 因为你不能说我就是唯一 我就是唯一的真理 那如果说你就是唯一的真理 那其他都不是真理 就是就是求大同存小义呗 对对对 你说你是真理 你就把刘你是真理 对 你说你是真理 你就把刘你是真理 可是可是真理这个词啊 他应该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所谓的真理 他是不管你是在A宗教B宗教 就是他在这个宇宙里面呢 他就是不变的 那如果他在A宗教的说辞 在B宗教的那个情境里面会改变的话 那这个真理就留在真理 这不是真理的问题 这不是真理的问题 这是人的问题 对啊 就是人去扭曲那个 就是比如说像我就是真人 像他就是假人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容词 就是这样子啊 对 这是个人的一种观点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 只要我存在 好小心 还有你存在就行了 这他不需要存在 因为我只相信一点 无论如何到头来 所有的这些宗教 只要不叫你杀人放火 做坏事 都是教导你向善的话 我觉得这就行了 你中毒太深了 我说你中毒太深了 这个不叫中毒 怎么说中毒 这个不叫中毒 这就是烟虫正直下面 给你的一个 怎么说 那加码的看法 你是怎么想 我的看法就是 你必须把它说清楚 怎么样 就说清楚 比如说是三个宗教 四个宗教在一块 你们必须把它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这个才叫中毒 这个言通正直 你必须把它说清楚 是怎么回事 我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并不是让你们大打出手 对不对 并不是让你们大打出手 因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当你不说清楚的时候 其实被忽悠的 就是这些老百姓 对吗 怎么说清楚 加码其实你是想 说清楚哪一块东西 说清楚哪一块东西 说清楚 比如说你说 你不是一直在说 我的神才是神吗 他也说他的神才是神吗 所以你们大家说清楚了 谁是神才是神 之后咱们才来介入 你们说不清楚的话呢 那么你们也要找出一个解决方案 对吧 所以你刚才 那我理解 其实不带 其实我跟你讲 就是这个 达德公也是叫人向上的 对啊 对吧 那他被列为这个 这个什么 政教吗 他不被列为政教 很多人 也不是邪教 对啊 不我们 如果啊 政教邪教啊 其实最终 谁下定义呢 是当局下定义 谁下定义 当局下定义 当局是谁 掌权者下定义 掌权者是谁 对 宗教的掌权者是谁 不是宗教掌权者 今天来讲 今天这个社会里啊 宗教永远不是 不是这个掌权的这一方 啊 目前 今天 今天 过去曾经试过啊 比如说是 在中世纪的时候 也曾经试过啊 或者是在 在十八十九世纪 是曾经还有一度 但今天 你看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是宗教 实力 真正是宗教实力 在掌权的 如果你说的是 但是这个掌权 这些国家 掌权者呢 掌权者呢 都在利用宗教 啊 这个没错 对吧 没错 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的状况 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的掌权者 也在利用宗教 对不对 啊 那宗教呢 就同样要比大比小 那么啊 对啊 宗教今天同样要比大比小 我们讲马来夏的状况啊 马来夏今天是穆斯林 占了最绝大多数 也就是说 这个伊斯兰教在马来夏呢 是一个强势的宗教 对吧 嗯 这个这个我们 这是国教 没办法去 对 这不是不能这么讲 他是因为一个数量大小的这个问题 是人数比较多 但有没有 比如举个举个例子来讲 你说啊 这个国语 新加坡 这个国语就是马来语 那你说没办法 新加坡人全讲马来语 行吗 是吗 不会 他马来语在新加坡 实际上就是一个一个方言 他根本就谈不上国语 对不对 所以你都同样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国教 你把今天定马来夏是基督教 是国教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这个 信伊斯兰教的 这个这个国教 他行得通吗 他也行不通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在斯兰卡 你看斯兰卡他说 他这个佛教是绝大多数的 他他也没有把佛教定为 他的是是他的这个国教 有什么必要把一个宗教定为国教呢 我觉得应该是看当权者 他们是应该是那人数 而当权者希望把那个什么宗教 变成什么那个国教 是这样子来看 我觉得而不是那个数量的大小的问题 我觉得当时在马来夏定所谓国不国教的这个问题 在于什么呢 在于那当时是一种政治的这个角力 怎么叫政治的角力呢 就是说当时这个武统 这个皇族 他为了就是说英国人要走 那么可能他怕未来这个在政治上面出于弱势 所以他要把这个马来文 把这个伊斯兰教 把马来人全部绑在一起 对 所以我说这不关 不关是说是人比较多 然后就信这个宗教变成国教 不关是 确实像你讲的一个政治角力 对所以定不定为国教这个事情 完完全全是人为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在美国 美国可能这个这个教徒最多的 可能还是伊斯兰 不是那个基督教 基督教是他教徒最多的 但是今天美国并没有说基督教是美国的国教 有吗 没有 对吧 那为什么非要定一个呢 就是你定所谓的国教 基本上也是信心不足的原因吧 你定一个国语 也可以说是信心不足的一个 他需要一个理由 或者更多理由来把人民绑在一起吧 那个时候我觉得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讲 每个宗教都是好的 每个宗教都是向善的 我觉得有些虚伪 有些虚伪 怎么说虚伪 我觉得 我还是不赞同这一点 他就是虚伪 为什么讲虚伪呢 其实你看啊 宗教 不同的宗教在过去是相互打仗的 在过去最早的时候是相互打仗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能够和平共处呢 那是因为打完仗之后 就是说大家都是 怎么讲 就是用个什么词来 就是说两败俱伤 对吧 两败俱伤 你还要打下去吗 最终就是算了 就不打了 就是维持着大家井水不换河水 就算了 我说的我最主要说的并不是说 在打即使打仗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 一般上是人的这个解释 他把这个教育的解释 解释成我们是唯一 所以我们就要把其他的异族 或者异类把它排除 所以他有这种打仗的状况啊 可是真正来说 我不相信有一个 就是正式的一个宗教 他会叫你去打仗 你要占领所有的东西 有啊 打败那其他人 过去 历史就是这样子啊 历史就是这样子啊 十字军东征就是这样子啊 我想问一下 那那难道是说 是那些所谓的神 这样我们去把对方杀死过后 才占领那个地方 然后把我们宗教传出去吗 是这样子 他们是人 人为的对吧 人心 对 你说人为的也好 你说神 神号召的也好 这是 这都问题不大 那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说 今天在这个地球上 人类兴奉了不同的宗教 对吧 你首先你要问 这个宗教 呃 是不是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 我先 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我 每个宗教都认为自己是唯一的 因为因为你宗教 往往就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说 哦 谁来 他用来描述什么 描述这整个世界 整个宇宙 对不对 所以他会认为他的描述是对的 对啊 啊 那他就是唯一的 他没 唯一和对的是不一样 既然他是对的 你的就是伪的 别人的就是伪的 他没说他自己是唯一 不 你看 你看 他本来每个宗教都是唯一 你去问一问这个 这个基督徒 他说他是不是唯一的 他说别人的是不是伪的 他张扬别人 他说别人的是伪的 呃 这个我就不懂了 因为我们 事实上就是这样 而且我是觉得都可以共存的吧 这个概念 不 你现在共存也不共存 那是打完仗之后的结果 打完仗之后 就说你到底是不是要全人类一起毁灭 还是要全人类一起生存 如果全人类一起生存的话 你就必须要接受 就是和平共处的事实 对 你要是讲真话 你不要讲讲话 你不要告诉我 你五百年前 就我们就是一对好兄弟 对吧 我们我们都是信了同一个主 其实到今天为止 我们经常还听到有人在跟我们讲 哦 其实你基督徒也好 你这个穆斯林也好 你这个新都徒也好 其实我们都是兴奋的同一个上帝 是吧 很多人跟你这么讲 但是你西坐下来 在讨论的时候 很多人的配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还是觉得是人为的事情 就是人的他们去理解 不同的人 是本来是人为的事情 问题是你怎么样来诠释 你怎么样来诠释 而且诠释这个东西很主观 我觉得是太主观了 不管你怎么 诠释本来就是主观的嘛 对问题 这种主观必须是大家能够这个认同 大家能够接受的一种主观 也不是说你接受你不接受 最终会打起来 我觉得这个 我们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大家还没有这个资格去评论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了解 每一个宗教 真正他们所表达的东西 你了解完了 你也没有办法评论 有办法真正去了解吗 你了解完了 我举个例子 这个方家什么 那天方家雄 他是基督卿的这个领袖 对吧 这个咱们这个卡马扩 他是这个穆斯林 对吧 所以他对他的宗教有所了解 他对他的宗教有所了解 然后最终会什么呢 最终 你能说自己的不是唯一的吗 他才是自己的是唯一的 你能说别人的是真理吗 他不能说别人的是真理 就犯计的一件事 对不对 我是一个穆斯林 我能说基督徒 你的上帝就是真理吗 不能说 这是犯计的一回事 肯定 他们可以肯定自己的是真的 对 这是绝对的 而且他会在桌子底下的时候 他桌子底下的时候呢 他会否定别人的 他站在台面上 他基本上他不愿意说 不与之平 对吧 他在台底下的时候呢 他会说 这些基督徒 基督教都是一派胡言 对吗 他肯定还可以这么讲 很多人都会在背后这样 是吧 是这样说 对肯定 然后呢 在台面上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 只要宗教都是号召向上的 都是进步的 这是台面上 所以我们才有什么 五大宗教理事会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会要有五大宗教理事会 不是六大宗教理事会呢 你告诉我 我哪知道为什么 对 你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因为五大宗教理事会呢 是没有包含伊斯兰教的 那如果包含伊斯兰教的话呢 他就是六大宗教理事会了 所以五大宗教理事会 为什么不包含伊斯兰教呢 是因为伊斯兰教呢 是这个 是叫什么 就是 格多安难 这些字我不知道用中文 应该翻成什么 什么东西 主权 格多安难 主权 就是他是一个 一个 一个 受控 这是他绝对权威的 在这 所以五大宗教理事会 是去平衡 第六个宗教的 这个倒只有说来 还是一些政治的一些 是说了 说来还 对 你说的对 是政治的 所以就是欺骗别人的 是欺骗老百姓的 所以老百姓 就是天天到晚 一天到晚 就是在这个 烟通政治下面被欺骗 所以啊 如果把政治的色彩 把这个从完全中宗教 抽离出来的话 我相信那就不同的 从我的角度来讲 这个什么 阿拉巴拉的字眼 完全不是这段词 我说阿拉从来就不限制 人用任何的字 我绝对赞同 当然了 当然了 我是认同这个说法 他根本就不会因为 你用阿拉 或者是不用阿拉 而生气 或者是道歉 对 是你们人类自己 在为这个字 这么执着 你们两位 有没有去看 李安派的那部戏 叫Life of Pi 太讨厌过 所以就在里边 就是有提到这个 关于宗教 他一开始到后面 其实整部戏都谈的是 宗教的一种 一种观念 对啊 一种对真理的那些 追求跟诠释 那个是已经把政治的色彩 把它抽离了 抽离了宗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宗教方面呢 其实他是鼓励 其实你应该去追求 就是他们所说的 这种真理的存在 你只要去看了更多 你才能发现 那个真理的路是怎么样 而且不只是要看的更多 还是要很 很用心的去体悟 去体悟生活 体验那个生活 因为体验只是在于说 你在这个生活当下 然后你有这个感觉 那体悟的层次 它比较高 就是你有了这个感觉之后 你延伸出来了 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你那个 那个心所产生的 那个东西 那个点叫悟 所以它是一种 更高 更接近真理的那些 更接近神的 所以他们只是讲说 这种大自然的真理 可能不是说教而出来的 真的是你自己去悟出来的 那个才叫做真理 好了 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 我们再回来天马行空 中庸绝非是昏庸 和谐不全是妥协 一个马来西亚是最理想的社会 你好 我是民政党 树立主席郑克洋 请大家收听 榴莲台 durianfm.com 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这里有我小青 有我加码 还有我威儿 那现在我们就继续 一起来天马行空 那其实呢 在最近啊 网络上呢 就有一个短片就盛行了 就是就是讲说呢 在大马的北方大学的 一个论坛里面的一个短片 那短片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主讲人 也就是一个大马女性之声的 组织主席 就驳斥一名学生 他呢 不是他什么呢 他这个学生呢 他就提出了那个竞选门 还有这个免费教育政策的一些方式 还有态度 那身为一个主席 这样子去骂这个学生 结果呢 就被网民轰炸了 一直要他道歉 要这个主席道歉 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这个组织啊 有点名不见经传 叫做这个一个大马女性之声 这个sw1m 那么在这个组织呢 在北方大学的这个 Proton学生宿舍 来举办一场这个论坛 那这段论坛的题目呢 就是说 女性与政治的论坛 大专生与政治是否契合 就是说啊 这个大专生是不是要 要从事政治啊 这一类的这个东西 那明显呢 他们是带有一些 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目的的 在当时呢 就是刚才小新也说了 一个应译的学生啊 他就站起来发言 他就是挺挺那个什么 竞选盟 挺这个主席安比嘎和这个 啊 三摩塞啊 啊 就针对这个免费教育啊 政策啊 等等的去 呃 说一些话 他在发言的时候呢 就突然 这个 Sharifa呢 就呃 打断他的发言 说哎 听着听着 让我说 阻止他 甚至是 是移走他的这个 麦克风 呃 Sharifa就说 呃 不要拿这个大马和其他的国家来比较啊 呃 如果拿这个 这些其他的国家来相提并论的话呢 那你干嘛还留在大马 你干脆去古巴 阿根廷 利比亚 这些地方算了啊 这个 呃 礼堂里面的学生都对政府做的事情感到满意 你不同意 你告诉我 就是 这 现在知道为什么 这马来西亚的一些大学生水准那么低落了吧 我们以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教授 对对 而且而且这个教授他还讲 还跟这个学生讲说 如果你不高兴呢 你可以离开北大 你去其他大学读 很熟悉的一种 一种说辞 哈哈 这是武统的 对对 完全这种想法 是 霸道霸权的那种 那种做法啊 他说呃 你要了解什么民主 什么是无政府状态 什么是三个人的集会 哇 这个也说出来了 我不说竞选盟集会非法 我是说阿米嘎是示威的这个始作用者 这个他就批评 但是呃 其实你本来是个论坛 论坛呢 是一个有学生讨论的 你可以让学生发表他自己本身的这种看法 然后你有不同的看法呢 你可以跟学生有一种这样子的讨论 对吧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 是 对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 去去压迫这些学生呢 我觉得呃 今天还是这样总思路的话呢 呃 你的这个什么 一个大马之声组织不倒也应该倒了 我觉得大学可以不用办了 如果全是这种教授的话 他还说什么是民族 那他到底自己不明白什么是民族 是 连发言都不懂 对耶 而且而且这个还号称是论坛呢 哈哈 他还说这么一句话 他说 呃这里每个人都有受教育啊 但我很抱歉 你证实了你受非常低的教育 你最需要学习的是第一尊重长者 第二要明白年龄的差距 这也是为什么你有妈妈奶奶女儿孩子宝宝 呃 他还说如果不高兴 刚才小青也讲了 就是就干脆就离开北大 呃 所以所以这么一个这个言论呢 就呃 等待会儿可能我们就把这些令啊 就就放到我们的这个呃 Facebook上大家可以去点来看看这这两个短片 嗯 人家说老物老已经人之老吧 这个你要幼又已经人之幼 那你要尊敬长辈 当然老一辈的也要尊敬年轻的一辈啊 那他是以老卖老啊 就这以老卖老了 就是太差劲了 这个嗯 好了这个呃呃 112这个呃 人民崛起大集会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 好 那么呃 你你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呃 这个热度呢 不像428那么那么长久啊 也没有那么大 而在在网络上呢 所传出来的照片呢 也没有428的时候所传出来的照片啊 那么多啊 但是呢 很多人呢都呃冷静下来 就是分析和思考啊 到底这个112大集会 呃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呃启示 呃 那我们看就是说呃 的确这个428 这个112这个大集会呢 呃 大家都是来自四面八方 对吧 有各种不同诉求的人马啊 呃 但是呢 这个呃 人数呢 要跟这个428比起来呢 甚至是感觉是少了一些 不如这个428的时候呢 那那么那么什么 那么汹涌啊 那么呃 到现在来讲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对这个112的这个评价呢 各有各的说法 呃 很多人我听到包括明年的领袖啊 命啊 也好 或者也好 都在他们的发言里面啊 就表扬了这个警方 给警方戴上了这个高帽子啊 这高帽子说啊 警方啊 这次的这个行为啊 是呃 如何啊 非常非常的专业啊 等等的 甚至这个总检察长啊 呃 丹西阿布盖尼 他也说 112人民崛起大集会 是和平集会法的 法治精神的这个啊 最佳的体现 但是呢 根据这个国际条例呢 就算是西方国家呢 也不允许将儿童呢 带往集会的这个现场 那我们为什么又在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西方国家 这个不允许孩子带上现场 孩子带去现场给提出来呢 我觉得也可能是有个别的西方国家不允许 也不代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不允许 这个他们把孩孩孩童带出来 呃 我今天在这个东方日报呢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呃 这篇文章呢 就是呃 民主需在这个一步一步 这个磨合中去成就啊 这是我的一篇文章 在东方日报啊 今天大家去可以看 我也把这篇文章转贴在这个呃 我们的这个Facebook上了啊 那么呃 你可以看到呃呃 首相纳吉呢 呃 昨天在一个场合里面 一个这个呃 司法转型 这安全与人权之间的关系研讨会上面呢 他主持开幕的时候呢 他也在表扬这个警方和反对党啊 他说虽然不认同反对党在这个本月12号 那么那个体育场举行的人民崛起大集会 但是他仍然感谢他们以及执法者都能够遵守和平集会法 这也证明这个和平集会法呢 是有效的啊 我我恰恰恰要批评的就是这个和平集会法啊 为什么呢 就是当然我要表扬的是他把这个啊 ISA也就是内安法令给废除了 那么他取而代之了这个和平集会法里面呢 有一点我觉得是不错的是一个进步 那就说公民的这个和平集会示威的权利呢 被被承认啊 因为现在这本来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嘛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内安法令或者是集会法令里面会要去限制呢 啊 这一点的取消是好事 当你要和平集会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取得一个准证 你只是要通知警方就可以了 是 对吧 但是呢 他也有很多的限制 而且这些限制呢 比过去的法令呢 来的更加的细节 更加的细小 比如说呃 你可以集会 但你不可以游行 对 游行是非法的 但你从这边走到那边就是就是对法的了 啊 这就是其他说很多很多的地方 你不能在那边去集会 他列出了所有的这些地方 不能比如说学校啊 医院的呢 五十米啊 这边车站呢 五十米之内 你都不能够集会 所以所以你看到这所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哦 原来 呃 你要真的想要一场示威集会的话 你必须跑到最偏远的一个地方 嗯 那个莫迪嘎广场不远啊 那个体育馆还好呀 呃 那 那个体育馆呢 现在这是已经是个标志性了 它是没有办法的 它必须让你允许你在那边集会 对吧 而之前他也说过了 只要是体育场呢 他都是可以集会了 嗯 其实你也再也找不到比体育场更能够容纳人的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啊 那集说他啊 要恭贺执法人员 他们这个展现专业的能力 他也感谢反对党 虽然不赞同他们的这个做法 那么他说通过的政治转型计划呢 政府持续支持那些对人权有利的法令 废除那些已经过时的法令 目前呢 政府已经履行承诺废除了1960年内案法令 1959年这个驱逐法令 以及1933年的这个限制居留法令 那政府呢 同时也在修改1984年出版印刷法令 1967年警察法令第27条 啊 限制这个和平集会 这这些东西 啊 政府也在准备废除 这个1948年的这个煽动法令 那这些法令都是多少年来啊 这个几十年来啊 这个左翼的人士 几十年来 这个政党 左翼的政党 一直这是持续不断的 前赴后继的去反对啊 反对去争取废除的 当然我们看到今天呢 终于有成果了 有了一些这个成果 但这些成果呃 你你是说是政府的英明呢 还是我们要把它是看成是在人民的 推动下所所达致的这个呃 我会觉得是后者 对而且后者的那个动力很大 对 因为政府他没有 就是如果没有人民的这一些推动 没有人民的这些压力的话 他这么安逸的生活 他怎么会改变 而且我相信如果没发生30308这件事情的话 就上次那个政治海啸的话 我相信不会那么快有改变 这个大选呢 让当前的这个政府呢 他们看到了危机 他们就如果再不改变 再不顺应人民的这个诉求的话 搞不好就已经就慢慢被被淘汰了 我觉得 是的 你看啊 我我就觉得呢 这个经过了308 然后呢 再经过了709 经过了428 到这个112 呃 这个人民跟这个政府跟警方呢 都趋于一种呃 磨合的状态 呃 逐渐逐渐的磨合 逐渐逐渐的这个成熟 之前呃 这个709啊 新选门2.0的时候呢 呃 他们要上街游行 呃 政府呢 要他们到体育馆去 说哦 任何一个体育馆 你都能够去 结果最后 这个这个军选门 进一见的元首之后呢 说OK了 那我就去体育馆 我选择这个 莫德加体育体育场 当时首相说不可以 啊 这个不可以 你任何其他都可以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上 又不可以呢 当时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呢 今天回想起来的 呃 今天可以 为什么当初不可以呢 威尔 呃 小青 你你觉得为什么不可以 就受到压力啊 就人民一直这样子 有行动 当时政府为什么不可以让 这个人民去这个 这个 莫德加体育场 做做他的这个机会 莫德加就毕竟是 毕竟是一个代表性的 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 那有象征意义的 为什么不能去呢 独立广场 对 有象征意义 为什么不能去呢 威尔 因为去了 我总是觉得 你一旦在独立广场 你一旦在独立广场 你你让这些示威游行 去去在那边去实施了的话呢 就就表示认同了某种成 某种某种意义上 表示吗 那那今天他让他去了 是表示认同了吗 是没有 但是他总是有一些意涵吧 就是一些说不上的一些 我就总觉得 就是说 其实不管在哪里了 他们都不想 不希望有这个机会出现 所以呢 你不管说哪一个地点 他肯定都不会赞同的 更何况你提出的是一个地点 是他们觉得说这个呢 是确实有一些意义上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 在他们的这个眼里面 就是说 我真的我同意你去了的话呢 那就是 我输了的这个感觉 对 就是这种意思啊 就是我只能让你去 你不太愿意去的地方 那那个呢 代表你输了 代表我赢了 那他这这这种心态 那你看到第二次 这个四二八的时候 政府又说 你可以在这个体育场 这个去集会 任何体育场 你包括摩德加体育场 他也让你去集会 但是这选门 不选这个摩德加体育场 他选摩德加 广场 大概摩德加 他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要求 更去逼近这个 这个政府的心理底线 结果政府怎么样 政府还是不愿意认输 你还是不是不愿意认输 他还是要派警察 去去守住那个 就是不让你进去半步 假设他进去了 又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未必能够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对吧 这是一个变子问题 那所以这一次呢 当这个人民要 一要二大集会的时候呢 政府彻底放下的时候呢 你发现呢 其实没有什么 其实是一个 两方面呢 都能够赢得一些 这个尊敬的这个地方 对 所以我觉得 不管他选在哪里 当初为什么反对 纯粹像他说 是个面子问题 不在于说 他因为这边 是确实有一些 可能意义 不过呢 他就觉得说 我给你了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低头 对不对 可是之前像在112说 这个不是临时改 想要让警方提出 要改变那个地方吗 集合地点 叫他们去 都不可以加料 不过到之后 有不懂为什么 又统一了 在这里面 当然也有很多的因素在 比如说这个 这个体育场呢 比这个要大得多 装不装得满 也不晓得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的因素很多 但总而言之呢 你不断地去冲撞 这个现有的体制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合理 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呢 全部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的话呢 那几方面呢 都必须要做出调整 比如说 政府方面 他的心态方面 要做出调整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的心态方面 也要做出调整 这个警察的心态方面 也要做出调整 对吧 然后包括人民 他的这个心态 也必须做出调整 比如说在这个709的时候 很多人呢 他的这个心态呢 是非常狂躁的 这种 到428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就是非常有序的 去在进行的 到今天你看 基本上民众呢 都是非常缓和的 非常平和的 这种心态 所有的人都在 这些运动里面呢 就得到了这个启示 而且呢 就是逐渐的成熟了 那今天律师公会呢 也进一步要求的 修改法律的放宽 禁止携带儿童的 这个条文 那这这一次呢 警方所提出的 三样东西 就是你你你违反了 带了儿童进去了 第二你超过了人数 第三好像是 那些煽动的 那些布条 这些东西 我恰恰认为 这三样东西呢 你都必须要放宽 当当这一次之后呢 可能下一次呢 警方呢又放宽了 OK了不要紧 我我我更加维持持续 小孩子呢 我甚至给你 安排一个地方 就是你婴儿 可以换尿布啊 什么 然后就像上厕所啊 对吧 这些地方 托儿单位 对吧 然后呢 那些你你你 你写的这些言论的话呢 也无所谓 你你写你就挂 那我给你拍下来 当当你很有 很极端的这些言论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 这公民呢 就会有这种 不不屑的这种意识 就觉得啊 这个人好像太极端 或者是没有教养 对吧 你逐渐逐渐 这个标语呢 就会越来越能够什么呢 越来越能够被接受了 越有文化 越有文化 越有教养 越有层次 越越虚向于文明了 我觉得到最后 还是要教会给人民 自己来判断 然后让自己来成长 那如果一路的 直接讲管制管制 我觉得反的那个成长呢 就更难了 反抗会更强 反而 好了 那我们这个小时节目 先做到这里 我们的嘉宾 这个YB刘永山呢 已经在studio外面了 我们一首歌回来 继续天马行空 我们的嘉宾 是一个小时节目的 我们的嘉宾 我们的嘉宾 并且有一个小时节目的 我们的嘉宾 我们的嘉宾